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风网的关于这个WebGio的视频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会来讲一下3.js的基本框架的搭建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要搭建一个基本框架 我们从一个实例开始,我们首先介绍一个实例 这个实例很简单,就是在我们的浏览器里面显示一个3D的物体 那么它的第一步是什么呢?搭建一个HTML页面 在这个页面里面,我们将写一个convass 来放我们的3.js绘制的东西 好了,现在我们打开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编辑器 好了,我们新建一个工程 我们来新建一下 新建一个工程 然后把这个工程呢,我们存放一下 我们放到我们的第二颗的代码里面 第二颗的代码里面 工程取个名字呢,叫做我们的基本框架吧 这叫做的 就是这个方法打开吧 同样的,我们要新建一个JS文件夹 然后,我们要新建一个STM页面 就叫index 把我们的JS文件 放进来了 在我们的第一颗里面去找一下 可以把这两个都放进来 复制一下 粘贴到我们的第二颗里面去 哦,粘贴成功对吧 粘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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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第二颗的代码里面去 那么在这里 刷新一下 这里就会有我们接送键的 按键链 刷新一下 然后,这种黑的文件里面 那要把我们的 这两个文件给包含进去 type tree 面板 好了 为了这样的 这个流浪器页面里面 显示我们的3ds 我们需要做以下两个步骤 第一个是在body标签里面 我们添加一个ID为converse3D的DIV 这个DIV的用门 从显示到我们的缺乏结果 这个名字 不所谓 我们可以做converse3D 也可以去写它名字 好 我们来写下这个DIV吧 这个DIV 这个名字为converse3D 这就是我们用来在这里面 用来寻放这个缺乏结果 为了让这个converse更清楚的显示页面里面 好 这人用过了 我们对这个converse 写一个sense 控制的大小 sense 就是我们用的sense 代码 tab 应该点text sense 我们可以用DIV 对吧 这是我们的基本的 这个sense 寫法 控制一下DIV的大小 首先 这个宽度 控制一下 它宽度外 就是说300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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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它的高度 连续跟600 相互 好 你看另外一下 就一样 好 等一下 另外一下就一样 点击 一样 点击 一点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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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好来说还是不要编框的 编框也缺掉了 我们再发现一下 RF5键 发现一下 是没有效果呢 为什么没有效果 我估计是里面应该 里面应该有点 它应该就有一点效果 它是里面对吧 是不是我们的3S 有错了吗 JS 这样就对了 这就是我们的 显示页面 这地方我们用来显示我们的 3D的音圈结果 那我们的3S 我们再优化一下 为了指标 你在上面的走显示的手型 我把它变成BRETA 把这个地区点 那我们最终要显示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显示的 第一步 我们创建了这个DIV 那么第一步我们创建了一个DIV 并且给它灭了一个SITLE 对吧 一个类型 那么我们看一下第二步 第二步是SITLE 渲染器 那么 什么叫渲染器 渲染器的意思就是 把我们想要的物体 画到我们的场景里面的意思 那么这里我讲个概念 讲个什么概念呢 三维渲染的概念 三维渲染是什么意思 就是将物体 在我们三维空间当中的物体 映射到我们的二维渲染上去 这个过程不叫做三维渲染 二维渲染 二维渲染是指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指的这个四维渲染 灰色的这个渲染 三维渲染的这个灰色渲染 它当然一般的做法 我们是进行这个软件的渲染 就是软渲染 就是软渲染 具体来说 好 我们跟下面的一些 负责吧 我叫我们生命一个全机变量 你再写一下 我们写一下 我们的就是软渲染的代码 好 我们生命一个渲染的全机变量 叫做Windows 好 好 我们再 然后再签在一个函数 再请 叫做初始化渲染器 初始化 嗯 我们的这个 脏位产品的渲染器 初始化3 初始化3 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 我要得到 四个的大小 这个灰色渲染大小 你是我的渲染器 首先 不知道 这个多大 一定有渲染吧 叫做 外的宽度 就是Document.getElement getDocumentElement getDocumentElement byID 这个ID 可能是我们的Commerce 对吧 Commerce 类BA 这个大小 like white 然后 摸到 摸到我们的 这个DIV的大小 然后再摸到这个DIV的高度 government Lemon ID 朋友們 Comp3D JN Line 直到高度 直到高度的寬度 之後 這裡是 生物渲染器 你有一個 渲染器 來 做 一切 物體 的渲染 使用 在我們3.gs 裡面渲染器 這樣寫 不用 我們 做一個 微博 渲染器 微博JN 這是一個渲染器 它裡面肯定有參數 參數是怎麼 可選的 可以有參數 也可以沒有參數 能不能參數這個連組 我們 我們讓它 抗距齒 這個 抗距齒 抗距齒 就是 就是我們的場景裡面 顯示的物體 它比較光滑 沒有這個 像 類似於這樣的一些 一些像 點亮的東西 不是非常清晰的一個東西 我們讓它 抗距齒 然後 我們把 選擇渲染器 的 大小 設置一下 渲染的大小 剛好等於 我們的 電位的大小 然後 渲染器設置好了之後 我們將 我們渲染器 可以 可以加到我們的 這個 Cover3D裡面 這個 不得一下 加在 的話 是用嗎 pand 對吧 那我們 這個 scribe 這個 用pand 來 加在 Render 這個 Render 裡面 它會有一個 一個 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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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量 成員 的 都蠻 代表什麼 代表缓染器裡面 劃步的一個 第二億元素 第二億元素 呢 它會加點 加到 我們的Cover3D下面 也就是說 所以說我們的畫面 最終寫在 Cover3D 這裡面去的 然后这样的一个效果 如果说 你还想呢 还想这个 设置一下 能清除颜色的话 可以设置一下 清除成这个白色 不透明 清除成白色不透明 这石油精子的白色不透明 就是每一次刷新的时候 我们都把清除成这个模式 好了 这是我们的凸查 参数的东西还做 那么第二步 第二步我们要 设置摄像机 看一下PT 设置摄像机 在我们的三维空间里 摄像机有两种 第一种是 正式投影的摄像机 正式投影的摄像机 我们称为正投影 第二种是透视投影的摄像机 我们称为透视投影 那正投影和透视投影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透视投影就很简单 就是说 你看两条平行线 看过去 在远处它们是相交的 这就是远小近大的原理 正投影呢 就是你看两条平行线 一直看过去 它们永远不会相交 这就是正投影 分别 它们分别用在一些 比如说透视投影 可能用在一些模拟 真实环境的一些游戏当中 而正投影呢 一般用一些工程设计图 比如CAD当中 都是有使用正投影的 那么这里 这里 我们使用一个透视投影 来写下我们的代码 我先写一下 我们声明一个相机 camere 表示相机 好 再写个函数来初始化相机 因为对相机来说 还是有很多东西 需要我们去初始化的 初始化相机 CAMERE 等于NEO 3DGES 点N PERSPECTIVE 我们看PERSPECTIVE CAMERE 表示了什么 表示的是一个透视的相机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里面有一些函数 有一些参数 那么第一个参数 是表示什么 我们选50度吧 表示什么视角 我们设置成50度 好 第二个参数呢 是 是表示了什么呢 表示了我们的 呃 终衡比吧 就是说 这个宽度和这个高度 比 那么宽度和高度 我们是不是在这里已经得到了 好 那这里是局部变量 好 我把它变成一个全局变量 好 这样就是全局变量了 好 最好来说 所以我们还是把全局变量给声明一下 好 我们这第二个参数 PERSPECTIVE 第二个参数是纵横比 好 第三个参数是近平面的距离 最后参数是远平面的距离 好 至于这个参数 它具体是什么意思 就是啊 我们 这里讲一下吧 简单的讲一下 好了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幻灯片 这里有一幅图 这幅图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摄像机 这是摄像机 所看到的一个 呃 一个三菱吧 一个零菱体 四菱 这个零菱体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透视投影 就是说 什么呢 近的地方会大一些 远的地方会小一些 大家看到 这两个平面没有啊 这个 呃 这里指的这个平面 和这个平面 哈 分别叫做前简前面 和后简前面 而只有在前简前面 和后简前面 之间的这个空间 才会被我们的摄像机 所看到 就是这一部分 和我们的这一部分 是看不到的 这个前简前面 后简前面 是由我们的后面两个参数 所决定的 就是说 1到1000 至于单位是什么 哈 这里你可以把 单位认为是米 也可以认为是毫米哈 这个是你自己指定的哈 我们的这个 计划机 我们的3DGS 并不去指定 你的近平面 和远平面的单位 完全是根据你的实际情况 自己去指定的 那么第二个哈 我们来看一下哈 呃 这个摄像机 看出去哈 这个角哈 这个角 这条线 这条线 和这条线哈 之间的这个夹角 也就是说 其实是这个面 和下面这个面的夹角 我们称为视角 这个视角哈 一般来说 大家 撑开你的眼睛 看一下哈 你平视的时候 呃 你的上部 和你的下部 大概能看到哪两个平面 这两个平面的夹角 刚好就是这个角 我们这里去什么 去50度 就差不多了哈 然后这里是个纵横比啊 纵横比是指的是什么 是指的是 好 这个面的 这个横 就是宽和高 这比啊 中文面 还有这些参数 就能确定这个视锥体啊 这视锥体 这一部分啊 就能确定它 好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透视投影 是这几个参数哈 当我们的这个相机的透视投影 设置好之后 我会去设置什么呢 我会去设置我们的相机的位置 把它这个相机摆在我们的什么地方 好 会设置什么呢 X座标 是100 Y座标 好 我们写错了哈 CAMERY PLSI Percession 0.Y座标 好 28 Z座标 等于多少 0.58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相机放在了这个位置啊 那我们的座标系哈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座标系是什么样的一个座标系 我这里来写一下啊 座标系是什么样的一个座标系呢 这样的 这样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屏幕哈 这个屏幕 我还是画一下画图 我们的屏幕 我们的屏幕 XY座标 都标 我现在是把我们的摄像机放在哪里呢 X100 对吧 好 Y是差不多20 Z是50的地方哈 差不多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摄像机放在这样一个位置啊 这样一个位置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参数哈 CAMERY 对 这个UP X.0 这个UP这个向量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UP指的向量 只是这个摄像机从上面啊 上面这个向量是哪个向量 我们一般来说摄像机都是什么呢 都是从Y主方向的 所以说 我们把摄像机的 就是 訊息角吧 可以说 Y 等于 我们看等于1吧 点Z 点Z 等于0 我们是向Y主上面群写的 那我们在最后一个参数啊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lookide 我们摄像机它有个圆点 表示我们的焦点啊 我们的焦距就是这个 它是指向哪一点的啊 远处哪一点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一下 比如说摄像机 它指向0点啊 指向这一点 它就是这样照过去的 这样照过去的啊 鲁凯德 它看到了这一点 摄像机看到了这一点 那么 我们这里啊 就指定什么呢 指定圆点 为摄像机的观察点 好 这样就 整个摄像机差不多就设置完成了 打个封号 整个摄像机就设置完成了 摄像机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还要设置一个场景 设置一个场景 这个场景呢 是为了我们的对象 能够被加载到这个场景里面 好 设置场景非常简单 Sense Faction初始化场景吧 CN1 Sense 好 NEO Sredgeist Sense 好 嗯 这样我们就构造一个场景啊 待会我们把我们想要的物体 加到场景里面 场景做好之后 好 我们设置于光源 一个世界里没有光的话 一个物体它就是黑色的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光 可以 封为很多种光源 比如说 我们有点光源 有聚光灯 平行光 环境光 等 我们这里列出四种光源 我们除了GIS 也支持这些光源 这些光源 大家可以在哪些资料里面去查到详细的解释 可以在我们图形学的教材里面去看到 我这里简单的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点光源 点光源就像我们的灯泡一样 从灯泡里面发出光 它照射在我们整个房间 就是说 光的方向 是不同方向的 照向在我们的房间 这叫点光源 聚光灯 就像我们舞台上的聚光灯 它从一个方向照射出去 聚光灯 平行光源 平行光源 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说太阳 从无权远处发射过来的光 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平行光 比如说太阳 环境光是什么意思 环境光呢 它没有特定的光源 就是没有特定的发光点 就像太阳光 它就是 照在我们的世界上就是环境光 不知道它从哪里发出光源 但是它确实对整个环境的光效 起到一定的效果 是整个环境 都有一种最本质 最潜在的光存在 我们这叫环境光 那么这里 我们来加一个光源吧 初始化 一个光源 好了 我们就加一个直射光吧 Leo SweetJazz DN 有方向的光 Dictionary Night 不要Color Dictionary light 还是 不对 大写 Direct Direct Light 光 里面有些参数对吧 有参数 如果要查参数 大家在API文章里面查 这里我告诉大家 第一个参数表示颜色 第二个参数表示 我们的密度 第三个参数表示距离 我们就用0表示无穷的距离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光源 设置一个位置 Sit 好 我们的位置 比如说 在X走100 Y走100 Z走200 的地方 我们设置光源 好 最后 我们将 这个光源 加载到我们的场景里面去啊 好了 将光源加载到我们的场景 这样一个光源就在我们的场景里面了 光源加场景里面了啊 好 这里是这个怎么加光源的一些方法 好 好 我们来设置物体 一个场景里面有了光源 但是没有物体 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说 我现在我们要让场景里面有个物体 我现在要有什么物体 一个正方形吧 一个正方体吧 这个正方体 这个正方体有什么组成啊 在我们的3GS里面有两个概念 那当然在我们的3D的设计当中也有两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物体哈 物体 物体 它必须要有一定的材质 才能够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如果一个物体它没有材质 就相对于它既不吸收光 也不 也不反射光 那么 不吸收光不反射光 就像空气一样啊 看不到的 所以说 为了让物体看得到 我们需要有材质 物体加材质 那定义物体应该怎么办呢 好 我们这里定义一个cuber正方体 我们可以使用3.mesh mesh是什么 是网格的意思啊 是网格的意思 那么网格第一个参数是什么呢 第一个参数是我们的物体 我们可以用3.js 好 预定义的一些物体 比如说cuber cu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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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表示一个 关于正方体的物体 它有很多参数 A B C D F G 很多可选的参数 那么我们可以填几个 这是比如说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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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个单位到底是米毫米或者分米 这是由你自己去定义或者自己认为的 那我们看一下它第二个参数 就是说我们的Mesh的第二个参数 我们可以写在这里 6它是一种材质 我们也可以用ThreadingJS定义的材质 比如说Mesh Mesh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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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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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材质 里面一样的可以接受一个圆主 让这种材质的颜色 比如说等于红色吧 好了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KUBER 地方体它将显示什么呢 将显示红色 我们这个Number的材质 以后会在材质一章节 我们会讲到什么叫Number的材质 这里大家只要记住就可以 我们再把这个物体 AID 加到 加到哪里去 加到我们的场景里面去 对吧 KUBER 这个这样写不太好 对吧 我们还是要换到一行去 保存一下 那么现在这个物体就已经被什么呢 被加载到了我们的场景里面去了 那我为了让我们的物体更清楚一点 我对物体我们设置一个位置吧 Pos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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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session.set 设置个位置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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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在原点的位置 设置的位置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基本上所有初始化操作就做完了 然后我们还要写个函数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 我们要写一个函数 把前面的初始化给包含起来 这里是3.start开始 比如说我们的3.js的3D引擎开始 我们在这个函数里面 分别去调印初始化场景 初始化相机 初始化场景 这是初始化3.js的这个引擎 再把灯光加到我们场景里面 加物体 这是把我们的背景 渲染的背景给清除掉 然后再渲染出来 我们把这个函数写在这里来 Possession 3.js的这个引擎 3.js的这个引擎 而第1个函数 init 3.js的这个引擎 第2个函数 我们要初始化一个相机 第3个函数 一直写就可以了 初始化一个场景 这4个函数 把它灯光加到场景里面去 第5个函数 我们生命一个定向 最后我们rader clear 把我们的背景给清除掉 最后我们再画出来 render 渲染的意思 就是画的意思 第一个参数 是我们要场景 第二个是我们要画的相机 根据相机里面看到的东西 把我们的场景给画出来 这就是我们3.js做的 里面的有一些东西 有一些 比如说有一些函数 是可以交换位置的 这个没有关系 但是比如说灯光应该弹进后面 对吧 灯光和物体之间可以变换 可以交换位置 因为它们只需要有场景就可以了 就是有sense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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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然后 对吧 javascript 那我们就调允一下 在unload里面 我们调允一下 3.start 这个函数吧 这样的话 我们整个函数 整个就写好了 我们来运行一下 好了 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立方体了 对不对 我们是从什么 从 从上面俯视下去的 看到的地方 按F1 12- 我们再选择console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没有错误 对吧 没有错误 而这里 大家看到 这个51指的是我们用的3GS的一个版本 是51的版本 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们的3GS点 什么呢 Volume吗 还是 Inver 版本应该是 我这里看不到 对吧 这里打印出这个版本了 这里看不到 这是压缩的 好 这里不管它 我们的版本是51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们的渲染出来的这个场景 这个立方体 那现在如果说 比如说 我想让这个立方体再小一点 小一点 对吧 那是不是很简单 我只需要调什么呢 调我的摄像头的位置 让我的摄像头 摄像机 离这个地方 调远一点 立方体在什么位置 是在远点 那我们离立方体远点 是不是可以歪走 可以变大一点 好了 这样 我们按F5键 刷新一下 是不是立方体就小了 就小了很多 这就是我们这一章 讲的这个例子 画立方体 大家是不是感觉很简单 在我们的这里 画出一个立方体来 感觉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好了 我们最后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 大家看这个代码 我们首先是定义了一个 conv3d 对吧 这个东西 来显示我们的什么呢 3d的隐形渲染出来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写script 写在body的里面 代表什么呢 代表把这些东西都 都已经加载完之后 我们才会执行script 这些脚本 这个脚本里面 我们写了一个一个函数 非常多函数 主要是初始化场景 然后摄像机 然后再是 这是初始化一个场景 然后是灯光 然后是物体 等等的 最后我们把它画出来 这句话render 是渲染的意思 它必须接受两个参数 一个是场景 一个是相机 这样我们最终 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这个结果 那你可以调换 调换一下摄像机的位置 来看一下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可以 可以把这个 这个摄像机的朝向 顶部的朝向 给变换一下 摄像机顶部的朝向 给变换一下 那么看一下 这个立方体 应该是斜着的 它是不是斜着了 表示什么呢 表示我们的摄像机 正在歪着造 歪着 就是不是水平与地平线的 是与地平线一个斜角的 在造 在造这个 正方体了 好了 这一节课 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么感谢大家收听 北风网的 关于微博Gio 3.js的视频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